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七章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你的同在当中 荣耀的父我们要求你 求你给我们知晖跟知识启示的灵 圣灵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天父的心 我们要看到你是看到耶稣的 来在我们心里做印记 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十章 总共有四章 我们给一个很快的概论 在这里最主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到耶稣在耶路撒冷 这是在他受死的六个月之前 他公开的承认他的神性 这不是他第一次在 这是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做这件事情 引起了非常多的敌意 但是我们需要被鼓励的 也就是我们要去拥抱的 就是耶稣他显示他的神性 却是引起了撒旦的一种愤怒 我们就看到了 但是我们就也非常的显示出神的荣耀 所以约翰花了一点时间来发展他要讲的这个主题 在历史上的信徒们我们都明白 当我们在讲耶稣神性的时候 神的大能就增长 而且但是撒旦他的抵挡也增加 因为耶稣是神 他有在任何的事上 在我们的信心 还有在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实际的实行之上 他有完整的主权 甚至在耶稣 甚至在教会里面 有关于耶稣他的神性的一个辩论 还是有在发生 在这一段里面 耶稣离开了加利利 他在北方已经有一阵子了 然后他这是第三次的回到耶路撒冷 在这个时候 对他的敌意已经升到了最高度 他离开这里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就会被杀 所以他不要之前就先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对他的愤怒 这些在社会 还有在政治上的这些互动 对他的敌意 会升到最高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不要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先占领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进耶路撒冷的话 人们一者就是对他正面的看法或负面的看法都会增加 所以 约翰福音第七章说 这事以后 就是说他为保五千人在水上行走 他已经显示说他自己是更大的耶稣 他有能力可以倍增十五 他也有能力走在水上 这个事是在六个月之前他在一月节所做的 自从那些事情以后 他不愿在犹太游行 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因为对他的敌意已经增加了 主要受死的话 是在逾越节 是按照神的时刻表 所以他不想说在 他们想要拥戴他成为弥赛亚 来释放他们从罗马人之下 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第二节 当时犹太人的祝彭节进了 祝彭节呢 是在十月份 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前六个月 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就简短地讲的这四章 约翰耶稣在耶路撒冷出现 就是来实现 祝彭节的一个预表 他在这里这时出现 他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 我就实现了这些祝彭节 对我的预言 当然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敌意 第二个主题就是 人们对他的敌意增加 虽然耶稣有在这里 更大能力的显现 所以 对他的敌意也更大 也就是圣灵的功 目前为止仍然在教会 还有在我们的社会上 引起争议 还有耶稣就显示说 他是世上的光 他是一个好牧人 他又再次地肯定他的神性 当我们讲到好牧人 还有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 剪低了 耶稣他所带来的荣耀 是世界的光 并且他也是启示的光 只有他知道 人类的历史的前途在哪里 还有未来世代所要发生的事情 他就是 这个知识的来源 而且他也是要到 未来世代的途径 他是一个好的牧人 他确实关怀我们 因为他的子民呢 像羊一般的软弱 但是他有无限的耐心 所以一个好牧人 他是一个世上的光 他也是神 这就是耶稣 在祝彭节的时候 我们在讲译里面讲的比较多 你可以自己看 就是在庆祝收成 也是在怀念 以色列在旷延的旅程 四十年之来 神怎么样来供给他们 并且给他们保护 还有引导他们 主说 每一年 我都要你们庆祝 祝彭节 他们被命令 要做这些事 所有的男人 在成年之后 都要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在耶路撒冷 要站在主的面前 到神的圣殿里 而且他们 来到耶路撒冷 要住在帐篷里 我们称他为 是 彭节 住在这里 这个棚里面 七天 他们就是 要纪念 他们的祖先 在旷野里 四十年 神是怎么样 来供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 在耶路撒冷 到处都住这个棚 小孩子当然 很喜欢这个事情 但是父母觉得说 这个礼拜 是很辛苦的 在西段 在祝彭节的时候 两个主要的主题 就是跟他们的 洁净里 有关系的 各种的仪式 有关系的 就是水和光 我在这里不会讲 因为他自己 可以成为一堂客 但是耶稣在这里 就说这个水跟光的 这些仪式 都是指的他 他就是这些仪式的 一个实现 罗马字母二 他现在还在 加利利 从第二节的时候 当犹太人的 祝彭节祭了 他的弟兄就对他说 我们上犹太去吧 因为犹太是那个区域 耶路撒冷是那个城 每一个忠实信神的犹太人 都不需要实现这个律法 他说你应该要去到 耶路撒冷为你自己传扬名声 这个就是你的时候了 因为耶路撒冷是 政治和宗教的一个城市 第五节 其实他的弟兄并不相信 他是弥赛亚 他们相信他会行神迹 但是直到他复活以后 他四个弟弟 才相信 才了解他就是弥赛亚 我不知道他们对 他们自己妈妈 跟他们所说的见证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不相信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实际 因为甚至他们的妈妈 都跟他们这样讲 但是他们不接受 直到耶稣复活 显现在他们之前 有一个复活的肉身 在他们之前的时候 他们才相信 而且他们成为教会的领导 但是那是在复活之后 所以第六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现在不会去 我不会和你们一起去 因为我不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注意到我来了 所以他要偷偷地去 悄悄地去 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为他要等的就是 那个神的时机 因为第六节 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 耶稣这里说的是 他跟他的弟弟们说 你可以什么时候都去 因为你们并不是在一个 神圣的时刻表上面 你现在根本就还不相信我 但是我所遵照的呢 是神的原则 是神的时刻表 原则在这里就是说 当一个人是在神的使命当中 神给他有任务的时候 这个来来去去 是什么时候是重要的 所以耶稣就说 我不能像你一样 你什么时候去都是方便的 但是如果耶稣第一天就进去的时候 进入耶路撒冷 整个城市都会轰动起来的 所以在第九节 他仍旧留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去过节了 但整个家都去了过节的时候呢 耶稣就是暗暗地去的 除非神特别地引导他 因为神跟他讲说 他不要在过节的第一天就进去 否则的话 有可能按照人的话 这七天也许就会把他定十字架 所以耶稣等到了最后一天 才过去 所以这个原则就是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要遵照神 神圣的一个时刻表 所以我们就看到 耶稣为什么对这个时刻 这时间是非常注重的 因为在第十二节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 因为他们看到 加利利来的 他的家人已经到了 他们都在等耶稣 但是耶稣不在其中 有的人呢 是在抱怨 有的人说他们是 耶稣是一个好人 有的说不然 他是迷惑众人的 他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个城市呢 已经呢 非常的震动了 有关于耶稣 他的出现 所以耶稣这里就是对的 他就是要暗暗的来 而且是在 在七天的最后才出现 第七天加一天就是第八天 所以就是第八天 是最后一天 节起的最后一天 到第十四节 你想想看 有耶稣到了 节起就上殿去 这是在节起的终极 天父就让耶稣 这个时候来 他说这个时候 你进城 你来宣告 你真的是谁 你就是那火水 你就是那世界的光 你就是神 你就在耶路撒冷宣告 你是神 然后你就必须要 出耶路撒冷 然后你在过几个月 再回来之后 那时候 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了解这整个的计划 就像天父一样 所以第十四节 到了节起 我想这应该是第四天左右 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所以他已经公开了 人家已经发现他 第十五节 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 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学者 但是他怎么能够等在旧约里面 非常深的学问呢 因为他没有跟随另外 任何一个有名的拉比去学习过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事情的 所以耶稣说 我的教训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教训 换成我的理念 他说 我的教训是我天父给我的 我有很多很多要教训 但是天父告诉我 要说哪一些教训 因为耶稣知道天堂里面所有的事情 但是他在这里是教训了几个 第十七节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要你把它圈起来 耶稣就在这里 给了这个钥匙 他说 人们问他说 我怎么知道你所教导的是 正确还是不正确 耶稣说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神 亲爱的你知道 我已经用这一节四十年了 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有人教导我这一句 来挑战我们 如果你与神说 我真的会遵从你 那神就会向你显现 所以耶稣这里就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会跟我有连结 因为他们的问题是 在属灵上面的 不是在他们认知知识上面的 耶稣说 你没有知识上面的问题 而是你这属灵 还有你道德上面的问题 然后他就回答他们说 如果我跟你讲 这是我的意思 就会让你觉得发怒 你就会要杀我 二十节 他们说 你是 他们就说 耶稣是被鬼附着了 谁想要杀你了 因为这里呢 耶稣就是 按照知识的言语 来回答他们 他们在上次就想要杀他了 耶稣的灵里面知道 耶稣就说 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们的话 你们的心里面 就被撒旦所引动 会非常的恨我 然后现在耶稣在 我们第二页的第一 耶稣教导 我们在讲 祝宝节有一些仪式 是与水跟光有关系的 在每一个 在节旗的每一天的早晨 祭司呢 就会带领了一些 人他们会在西罗亚 池提水 然后把它倒在殿的院中 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记住 神在旷野从旷石涌出水来供应我们 但是你要记得 在旷野有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 那没有水 一定是一个很大块的石头 所以从那石头里涌出的水 可以喂养两三百万人 并且还要喂养他们的牲畜 那这些 这块大石头呢 就跟随的以色列人 到摩西用命令的这个石头 用说话的这个石头就喷出水来 所以这个祝宝节呢 是来纪念 神供应他们水 也有 还有就是这个水 是指的是圣灵 就是与弥赛亚的统治 还有弥赛亚的事工有关 并且他们起雨 让这个降雨下来 能够灌溉他们的天 这些就是跟祝宝节有关的 所以他的过节是七天 然后在第八天 有一个特别的庆祝 所以在第八天 在三十八节 现在耶稣呢 是以弥赛亚的身份 他自己真正的身份 呈现在耶路撒冷 因为耶稣知道 当他提到自己的时候 会引发一个很大的激动 所以耶稣常常跟人家讲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我是谁 当你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耶稣会不让别人知道呢 因为耶稣知道说 会引起一个连锁反应 在第三十八节 他站在众人之前 在圣殿里 他说信我的人 我就是祝彭节的一个实现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语 他说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因为耶稣 他会释放圣灵 他有这样的大能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三十九节 约翰在这里说 耶稣说这话 是指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圣灵会刺下来 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所以耶稣在这里宣称 我就是那个活水的源头 我就是那块磐石 他跟那些使徒们说 你知道那个跟随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 那个很大的那块磐石吗 那个能够从石头里面流出水来的 那种超自然的供应 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说 在摩西的时代 所有的人都喝了 那个从石头出来的水 但是那个磐石指的就是耶稣 就是那弥赛亚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耶稣说 信我的人 从那 在旧约里面 从磐石中涌出来的水 我就是那个水的源头 就是我 按照圣灵的力量 将在他腹中 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罗马字母三 现在他来到圣殿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他的旁边 现在呢 因为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 一个行营被拿的妇人 第三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行营石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现在有这一群宗教的男人 他们非常的愤怒 因为他们对耶稣非常的愤怒 他们把这个女人带来 这是对这个女人来讲 是非常羞辱的 因为他把这个妇人抓来的时候 他是正在行营的时候被拿的 所以他们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营之神被拿的 所以逻辑的问题就是说 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男人在哪里 他们只把这个妇人带来 所以这就让你看到说 他们对耶稣的敌意 还有就是他们的心态 第五节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 其实应该是两个人 不是说只有妇人 这个是很明显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他们说耶稣 他们在试探耶稣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如果这个妇人要用石头打死的话 那么耶稣他一直有的这个怜悯的形象 是不是就是会被破坏呢 但是如果他们不做 耶稣不做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耶稣违反神的律法呢 所以他们认为说 他们已经抓住耶稣的这个地方 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要控告他的把柄 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反对耶稣 但是耶稣哪一个都不选 他只是蹲下来 弯着腰 用石头在地上画字 有好多人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到底耶稣在写些什么 但是我相信他也许在写 每个人呢 都看着耶稣在地上画字 他们已经不再看这个女人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耶稣一个怜悯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住 把眼光注视在那个女人身上 我想也许耶稣在地上写的可能是 其他的男人 这些男人都和这个女人 都认识这个女人的名字 我想可能是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写什么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摩西的律法是说 必须犯罪的时候要两个目击者 而且耶稣就说 那你们要把那两个目击者 把他们带来 但是耶稣说 但是我要你们知道的就是 你们可以拿石头打他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犯奸淫罪的话 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耶稣这里不是说 你们是完全无罪的 你们就可以去判断他 因为很多人呢 引用这个金句 引用错误了 他们没有按照上下文 耶稣这里不是说 你们是完全无罪的人 才可以来判断 别人有罪或没有罪 而是耶稣在这里说 如果你们在生命里面 没有任何不道德 没有犯任何不道德罪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也许 也许这个女人正在看 站在那边的一些人 也许是之前认识她的 但是我想耶稣 耶稣知道 祂是给显现 祂的怜悯 祂给怜悯给这个妇人 因为耶稣 有知识的话语 还有这些人呢 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妇人呢 这些都是猜测 也许很多人就是去 这些在场的人 有些人去到他的地方 去找他的时候 然后把他抓住 所以他们呢 就一个一个都走了 我想就是这些人呢 在他的生命中呢 就是有问题 所以耶稣呢 就看着这些人 那他们就觉得忏悔 他们就心中就觉得被 他们就只好承认 他们心中也有罪 所以耶稣就对对夫人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 这个不是说 一个好像 你听到了谁 在说什么毁谤的话 这样子的罪 他这边讲的罪 是一个在法律上的罪 这个罪呢 是可以被定罪 可以被处刑的 然后这个妇人说 主啊没有 他们都走了 耶稣也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因为我也不是 其中一个目击者 因为耶稣 他知道这个情况 耶稣也知道 那些人 他们心里面的状况 所以耶稣没有按照法利赛人 希望他能够得到 能够被他们抓到把柄 可以来控告他的 现在耶稣在讲的 就是跟祝彭节有关于 水的一个仪式 还有我们要讲就是说 在每一个 以色列男人 一年三次 有三个节旗 都按照摩西律法 都要来到耶路撒冷 一个有名 非常有名的 犹太史学家 约瑟夫 他说这个 祝彭节呢 是这三个定期的节旗 要上耶路撒冷之中 是最受欢迎的节旗 人们会唱歌 会跳舞 非常的喜乐 那耶稣在这里要讲的 就是有关于 在这个祝彭节的仪式 是跟光有关的 我在介绍的时候 有讲过 我还要再讲 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 意思就是说 他在我们的心里面 能够胜过沮丧 能够胜过 没有方向 光能够胜过 任何的邪灵 光是一个指导 光就是整个人类 在未来要走的方向 耶稣有所有的指导 耶稣有所有的引导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宣称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人就不会活在黑暗里 他们就会有生命的光 这个应许我们现在就能够相信 虽然我们还没有知道 我们复活的时候 我们会进到这整个的圆满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就能够拒绝黑暗 如果我们现在 与耶稣 有交通 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光 我比你的害怕 我比你的沮丧更大 任何有黑暗的东西 我都比它更大 但是你要与我建立关系 所以你才能够在你的生命中 有这样子的经验 那你的命地呢 就是之后会走入这光的完整当中 是永恒的 但是呢 我不要等到来世的时候 再讲这种完整 我现在就要进入耶稣的光中 他说 我的见证是真的 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他所说的呢 就是他的见证 他给耶路撒冷领袖的这些见证呢 是他们所不喜悦的 耶稣说 我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呢 因为我是从天上来的 我不是像你们一样 从世上来的 我在天堂与我的天父开始 就在创世纪之前 就与他一起 我知道所有的资讯 所以你可以信任我所说的 这个就是他说的 我很喜欢第B在 启示录21章 约翰讲到 他看到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意象 在新耶路撒冷呢 没有日头也没有月亮照明 因为是神的荣耀 光照整个这个耶路撒冷 而且的荣耀是从神的羔羊而出 他是新耶路撒冷光的来源 充满了神的荣耀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称 这就是跟我们有联系的神 这就是我们刚才敬拜的神 好我们看西段 二十三节 他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是 我是从上头来的 第二十四节 如果你们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最中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就是基督的话 因为不只是从天堂有大能 而是你要得宽恕的唯一的道路 我是你的救赎主 我要为你死 没有第二个选择 也没有另外一个道神的方法 二十五节 他们就说 他们问说 耶路撒冷的领袖 问他们说 你是谁 因为他已经来过耶路撒冷两次了 但是他没有 很明确地告诉他们 现在呢 他已经离十字架 有六个月的 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他就与他们说 第二十八节 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 但是耶稣还是说了 这是第一次 他公开地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并知道我是基督 想想看 要举起人子 这是非常明白 就说到是十字架的道路 他在这里说 举起来并不是说 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高举他 而在这里指的就是十字架 因为我上十字架呢 天父呢会高举我 如果天父高举我的话 有许多事情 在历史上会发生 圣灵的交管 就是其中之一 你们记得上一节 我们讲到 使徒们 当耶稣跟他说 在马太福音十六节十六章说 他们会杀我 你们要知道我是谁吗 当我被举起来之后 你们就知道我是谁 当我被定十字架之后呢 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会得荣耀 天父呢 会将我的名 让所有的人名显示 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谁 当耶稣说 公开的说 在每一个人面前说 我是基督 他所说的就是说 我就是在 燃烧的树丛里 的神 就是摩西所遇到的那件神 当摩西问他说 神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我是永恒自我存在的神 我永远都是现在是 我不需要任何人 来供给我 我就是自我 供给 自有存在的神 这就是神告诉摩西的 耶稣在这里也就是说 我也是自有拥有的神 耶稣说 我就是与摩西说话的神 我现在有一个人的身体 当我被定十字架之后呢 你就能够看见我 就是被那高举的君王 第三十九节 他们对他说 我在这边呢 有几节没有念 你们可以自己念 他们说 我们是跟随亚伯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对摩西效忠的 但是 耶稣不断地对他们说 你们并不对亚伯拉罕敬忠 你们一定要在 属灵上面 与亚伯拉罕有连结 你们才会成为神的儿子 第三十九节 他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也就是说 你们就会爱我 你们就会相信神 就像亚伯拉罕信神那个样子 但第四十节 你们没有按照亚伯拉罕所行的去行 因为你们想要杀我 因为我就是 影响到你们宗教领袖的权柄 你们想要杀我 就是因为我呢 影响了你们宗教领袖的一些 政治上的情形 现在呢 他们觉得 被耶稣侮辱了 因为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因为你们没有遵循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四十一节 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 因为他们所说的就是说 我们听过玛利亚所说的 玛利亚出城了以后 回来了以后就怀孕 你们 你以为 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就是说 玛利亚 是 心淫乱 那耶稣是从淫乱所生的 他们这些人所说 就是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所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但是 耶稣说 神也不是你们的父 如果 神是你们的父的话 你们就会从父得知 你们就会爱我就像父神一样的爱我 那四十三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因为 你的父就是魔鬼 魔鬼是一个谋杀者 他搅动你 要来谋杀我 极端 那耶稣 在两年之前 他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可以说这些事情 但是他那个时候 他就不想要搅动他们 然后犹太人说 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就是被鬼附的 当一个新颖的人 被对职的时候 他们呢 反而变得更加大胆 他们的心不但没有软化 反而更加的心硬 所以他们居然说 耶稣是被鬼附的 如果呢 你要宣讲 耶稣的神性的话 别人也会对你说这些话 这些新颖的人呢 因为你宣讲耶稣的神性 他们对你就更会新颖 第四十九节 耶稣说 我不是鬼附着的 我尊敬我的父 现在呢 他就真的要戳到这些 宗教领袖了 在五十一节 他说 人若遵我的道呢 就永远不见死 他根本不在乎 他们明不明白 耶稣说 如果你遵从我的教导 你就永远不见死 五十二节 现在犹太人说 现在我们知道 你是鬼附着的 你根本失去控制了 你说你是神 那个是错的 而且你现在又说 如果人遵守你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他们就说 亚伯拉罕 我们的祖宗已经死了 你说如果遵守你的道 那个人就永远不会死 五十三节 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已经死了 但是如果我们喜欢你的教导 我们遵从你的教导 我们都不会死吗 五十七节 犹太人又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现在耶稣大概是三十出头 你说过你见过亚伯拉罕吗 因为耶稣之前说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 仰望我的日子 亚伯拉罕是在 耶稣两千年之前 耶稣现在还没有到五十岁 这些犹太领袖 他们不仅在宗教上有地位 而且他们也有实际的权柄 他们可以控告人 他们可以控告人有罪 他们可以说人亵渎神的话 他们可以把他们处死 五十八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这里他就是宣称 他是在 创世纪 还未开始之前的那个神 第四页 罗马字母 四 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要医治那个盲目的人 很有趣的就是你看到在四个福音书当中 医治盲目的人讲的是最多的 这一类的医治比其他的类的医治都多 现在耶稣这里还是在诸鹏节 耶稣说我带来光 不论光在哪里 不论你是身体上的眼瞎 或是属灵上的眼瞎 都可以看见 只要是在我的同在当中 我就是这世上的光 我在这里就提到一点 第一节 我们可以说 猜想说耶稣还是在圣殿附近 耶稣过去的时候呢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还是是他父母 耶稣说都不是 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所以神就让他 不是说神让他瞎眼 而是神容许他瞎眼 因为神有意要在这里医治他 看第B段 有些人在 他们想 就是通常 不是就是一直一个人的罪 还有一个人的疾病 是有因果关系的 你可以 在新约里面发现这样子的例子 但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 人们常常都是看到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采取极端 极端的想法 但是除非神给你一个知识的言语 通常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对这一点要非常的小心 事实上 事实上因为有罪 还有魔鬼的做工 就是在一些疾病疼痛之后 这是没有错 但是 一个人的疾病和一个人的罪 是不一定 一定是有直接联系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最好不要马上就下判断 也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 如果说 你就像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 如果你一直拒绝神的领导 一直不愿意悔改的话 魔鬼就会来折磨你 但是在这里 耶稣说 在这里就是 要显示出我的怜悯 还有我的大能 因为时间关系 你自己读 C跟D 那现在我们看第五页 对于这个盲人 他的医治 还有他跟法利赛人 之间的对话 就你看到 你要仔细地读这个故事 这个法利赛人 是想要把这个盲人 拉过来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 要荣耀神的话 你就要帮助我们 来暴露这个 欺哄的人 但是这个盲人说 如果你真的要荣耀神的话 这个盲人说 我这个盲人就不赞同 法利赛人的说法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就把他的父母也带来 他问父母说 你的儿子真的是生来就是忙的吗 但是如果说 你与耶稣同站立的话 那你就会被赶出会堂 就是对你未来的机会啊 还有你的社会 你的社会影响力等等 都会受到损害 但是这个父母呢 你想想看 他们的儿子 这个生来就忙的人 能够看见 但是他们却碍于 也许他们的经济会受影响 还有他们的社会 欢迎度会受影响等等 他们就不愿意被赶出会堂 但是他的儿子呢 却不在乎被赶出会堂 所以你在约翰福音 第十章 那耶稣找到了这个盲人 他对这个盲人说 我听说你被会堂赶出来了 但是那盲人说 我不在乎 我只要跟随你 一直的跟随你 耶稣说 我要在我的家庭里 把你加进来 虽然他们把你 从会堂赶出来 因为我的关系 但是你现在 永远的都在我的家庭里面 耶稣说 圣经说 耶稣发现了 找到了这个盲人 把他带进 耶稣的羊圈当中 这个盲人说 我要属于你 因为我已经不属于 那个宗教系统了 亲爱的 如果你为耶稣的真理 站立 不是说我们每个人 都会去天堂 当然之时 我是喜欢去天堂 而是耶稣有这个权柄 对我们身处的文化 但是 这宗教团体呢 不一定完全都会来 接受耶稣的真理 所以这边的故事 我们就看到 当耶稣 让 这个在属灵方面的盲目 张开眼之后呢 但是你会 带来压迫 在第十章第一节 现在耶稣 就是给一个比喻 他现在讲的是 法利赛人 这些领袖 他们进来的时候 不是从正确的门进来的 没错 他们是带领 神的子民 但是因为 他们自己 要建立 自己的权柄 提高自己的地位 所以他们 并不是从 正门进来的 他们是从 后门进来的 因为 正确的门 是神 恩高他们 让他们 把他们放在 正确的位置上 这些才是真的牧人 而这些人呢 以色 在 耶路撒冷的 这些宗教领袖 是他们是用 操纵的方式 让自己 达到 那个地位 耶稣在第二节说 从门进去的 才是 真的 羊的牧人 这个是 神所恩高的 并且也有 神的动机 这个就是 要带领 神的羊 的正确的牧人 第六节 现在他在跟 这个已经 被医治的盲人 说 那些把你 赶出来的人 不要管他们 他们只是 贼 他们只是 强盗 所以 不需要 为你 已经不是 会堂的 一员 而 悲哀 因为他们 只是贼 和强盗 他们就是 怎么样得到 他们地位的 看第 第一段 现在耶稣来解释 他的比喻是什么 第七节 十章七节 耶稣还是对 这个 被医治的盲人 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我就是 羊的门 我也是 牧羊人 我是 要成为 我 羊的 领导的人 必须要 从我这个门 进来 现在我把你 带来 我自己的 羊圈 虽然你刚刚 被另外一个 羊圈 踢出来 但是 没有关系 那第十节 耶稣说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和毁坏 这里 他是讲是 以色列 的这些领导 当然我们也知道 魔鬼 他就是 这些盗贼之父 那这边 耶稣呢 是讲的 就是这些 领导 他们领导的方式 是 是利用人 来使自己 得利益 所以他 在鼓励 这个 前忙人说 现在你已经 进入了 神的羊圈 而且你是 为好牧人 所牧羊 第十一章 他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耶稣 对这些 羊的领导 是好过 我们 不能够想象的 那其他那些人呢 他们只是 故宫而已 他们在做这个事工 只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益处 在第十三节 第十二节 当狼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赶了 走 他们就会逃跑 不论 当羊力来的时候 当困难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逃跑 他们就逃跑了 因为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 容易的生命 他们寻找的是 金钱 跟权柄等等 但是 当困难 来的时候 不是一个好的牧人 就会跑跑 这些人 帮助 他说我有另外的羊 不是这个圈里的 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我也必须要把他们领过来 他们会合成一群 所以在最后就不会有外邦人的教会 或者是犹太人的教会 而是成为一个新人 只有一个领导 就是耶稣 第十七节 我就是那个领导 我父爱我 因为我将命舍去 为了我的羊 我全部都舍去 这个就是耶稣的领导 这也是耶稣会兴起的领导 我很喜欢第十八节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细讲 但是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你可以自己读一段 那我的重点就是 耶稣呢 与天父和圣灵 有同样的权柄 耶稣自己有能力可以把自己 复活起来 但是圣经很明白给我们讲的是 天父还有圣灵 将耶稣复活 耶稣 在圣经里耶稣也讲过好几次说 我自己有权柄 我自己有权柄能让我自己复活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荣耀 一个神有三个位格 他们都是统一的 而且他们在事工上是通通都参与的 天父圣子和圣灵 他们一起在创造的时候 一起做工 也他们在赎罪的时候 三位一体也一起同工 还有在复活的时候 都是一个之间的一个和谐 这就是主要要注意的 第六页的上方 现在就是宪殿节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从十月 我们现在到了十二月 现在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耶路撒冷他来到圣殿 因为他离开一阵子 他现在又回来 犹太人对他说 你们还有多久 你让我们不能够决定呢 如果你是基督的话 你就明明白白地说 很明白地说 耶稣跟他说 我已经告诉你 我告诉你两次了 在约翰福音八章 我已经告诉过你一次 在十月份的时候 不但如此呢 我用各样的神迹奇事 来告诉你我是谁 这些神迹奇事 就是在告诉你 我是弥赛亚 因为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 这些是我的对我的见证 所以他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他们也跟随我 我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会灭亡 谁也不能有这个能力 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 没有魔鬼 没有任何的宗教团体 也没有任何的领导团 能够背格你 把你送去监牢等等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也没有任何邪灵 能够把我们从天父的手里夺去 二十九节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里 把他们夺去 然后他又说 我与父 原为一 意思就是说 我与父 是完全的结合 融合在一起 没有人能够 把你从天父的国里 夺去 在神的家里 没有任何 其他从世上来的权柄 可以把你夺去 Amen 让我们在主前站立 我知道礼拜五晚上 我们好像就是很快的 把这些讲过 我们用二十六讲来讲 讲完耶稣的生平 这真的是很快的讲过 所以我现在就是 让你能够对耶稣的生平 能够熟悉 所以当你自己在读的时候 可以帮助你 没错 你听我这样子的教导 但是你自己把这些经文 用祷告的回说去给神 这样你才可以得到神的活水 耶稣的活水 我们在前面 耶稣我们说 你就是世上的光 我们心里需要更多的光 敌人就是攻击 用上瘾 用沮丧 用害怕来攻击人 但是耶稣说 祂是光 对我们的生命 祂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敌人呢 把你 从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 赶出来 踢出来 但是耶稣说 我是一个好牧人 我要把你带进来 所以现在 我要花一点时间 来为你们祷告 如果你说 我需要更多的亮光 或者你说 我需要与这个好牧人 有更多 更深的相遇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 被人拒绝 我知道有一个 很有能力的领导 就是神 已经把你的名字 写在他的手掌心上 如果你是这其中一者呢 我要请你来到前面 就站在前面这些线上 我需要更多的光 我的心中需要更多的光 这就是耶稣对你的应许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主我们就在这里 你就是光 你就是那好牧人 爱我们的人 并且对我们生命 有计划的 I will love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My soul and my mind I pour out an offering of worship and cry I will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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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on the mind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on the mind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my heart Light on my mind Jesus Father, we take authority over darkness right now That's moving in the heart I take authority Over fear, depression, torment in the mind right now Confusion And I say, Lord, send forth your light And send forth your truth in Jesus' name Oh, in the name of Jesus No to depression No to condemnation And let there be light Oh, let there be light Oh, let there be light Right now, Lord, I ask for encounter all over the room Encounter in the light Drive out all anxiety And drive out the darkness With your glorious light Oh, when your light shines And darkness has to leave Jesus, come and have your way in us Cause you are the light You are my light And let all fear go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take authority over the spirit of fear and torment right now Oh, when you speak Everything changes When you walk into the room Everything changes Shine your glorious light Beauty surround us Lord, I ask you For light that overcomes confusion And torment And dullness Right now in the human heart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on the mind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on the mind Let there be l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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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on the light Light on the light Light on th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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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ight on the mind Lord Jesus So let your light shine forth Send forth your light, send forth your truth One touch of your presence is not Send forth your light and truth You are stronger, you are stronger Torment in the night, torment in the day Light Freedom from addictions Panic attacks Torment Lord you are light Freedom from confusion Aimlessness Bloved you can speak this back to The Lord over and over again He's promised to be light to you Don't accept darkness as your portion Oh darkness is not my portion But freedom is mine Freedom is mine Darkness is not my portion I'm a child of the light I'm a child of the light Oh I'm no longer a slave to darkness No longer a slave to fear I'm a child of the light I am the light I am your son Oh So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t And light in the mind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Release it now Lord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in the mind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ight on the heart Light in the mind Light in the mind And this is my prayer It's my song vow With all that I am With all that I have 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My soul and my mind I pour out an offering Of worship and cry 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Jesus And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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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yours Lord release light Release more light Lord Release light we ask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Oh to be with you Oh to be with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Lord, I ask you, release that grace in life to overcome the pain of rejection and being lonely and left behind. Oh, shepherd, you are my shepherd, you are my family, you are the kind one. Oh, you're so kind, good shepherd of my soul. And you have invited, invited me into your family. He's called you into his fold, his family. You make a way, a way for the lonely. You make a place, a place for the lonely. You make a way, a way for the lonely. You make a way, a way for the lonely. Manifest your leadership in their life, I ask. You make a place, a place for the lonely. You make a way, a way for the lonely. I know for the lonely. You are my are inherent in the heart, even today, right now, Lord. Oh, Lord, accept me again, that I'm accepted in your side, Cause I am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I am accepted here. 你 brought me into your house and you fed her over me as love oh and when I look at you I see open arms and open hearts Lord touch hearts that are hurting from rejection and being left behind tonight Lord the Lord wants you to know He's got a plan for you oh My spirit cries out My spirit cries out Aber Father My spirit cries out My spirit cries out Aber Father My spirit cries out My spirit cries out Father, I ask you, release the grace that touches the heart. Lord, release your leadership, the plan to bring them back into a fold. They would fit, they would thrive. I'm running, running back to you, here I am safe. Revelation of the Good Shepherd. Lord, release it on the heart. The leadership of the shepherd releasing into their life, even tonight. And I come running to your name. I come running to you, Lord, and there I am safe. We ask for an encounter even now, even now, Lord, do your work. Oh, God, let us enter through the door and be saved. Oh, and Jesus, and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Oh,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And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Jesus, I am yours And forever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with you Oh, to be with you Oh, to be with you And this is my prayer It's my solemn vow With all that I am With all that I have And forever 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Cause He loves us Oh, how He loves us Oh, how He loves us Oh, how He loves us Yeah, He loves us Oh,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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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loves us And if we are His portion And He is our prize We're drawn to redemption By the grace It is I If grace Bill, He loves us It is I Is it no God illy 感谢观看